这群男女简直就是一撮不折不扣的疯子 场上的他们谁能在产后抑郁母牛的进攻下 坚持到最后就可拿走十万美元 随着长发美女的短暂甩尾 抑郁的母牛为本场开了个好头 荤素搭配干活不累 母牛一头扎进了男人的怀里 可惜撞偏了 一路朝场上的美女撞去 看来母牛也是好死之毒 这样的场面真是猪八借吃猪肉 难得 格子山男人招摇壮士向母牛索要牛爱 他来了 男人却害怕地逃之夭夭 母牛转头朝着体型健壮的白衣美女奔去 这份爱似乎来得有点急速 但是肥姐却很是开心 或许这就是斗牛原始的乐趣吧 面对性感的美女 母牛也很心动 就凭这状人的力度 你就知道这份爱有多沉重 又是一次暧昧的攻击 性感美女似乎在小 她寻求的刺激达到了 场上的选手跃跃欲试 似乎都想获得母牛的牛爱 但是现在的母牛只看心情 他们为了遂因几两 竟然连自己的生命都不顾 真不愧是外国人 突然 独角牛衣的暴击 少女直接出套 我们再看一次精彩回放 很是侥幸 少女逃过一劫 这头已是三胎孩子妈妈的母牛 每次坐完月子就会来斗牛厂工作 她知道顶撞性感美女 是人类最喜欢看的明天面 母牛摩拳擦掌准备再次攻击性感美女 她这样做会给自己带来更多的草料 一切都是为了有更多的奶水给孩子吃 她又一次赢得了全场的欢呼 这个在母牛面前一直晃悠的帽子姐 是该给她点颜色看看 一招夺命无巧处 反复在帽子姐身上摩擦 不然她真就有点嚣张了 矮个子男人真是色胆包天 胆敢骚扰有公牛的母牛 但是她下面的表现却让人大跌眼镜 在对矮个子男人发起二次攻击时 忽然母牛却将矛头对准了肥解 难道这样能获得更多欢呼吗 看来的确如此 这样的精彩画面必须再看一遍 场上的蓝衣男子拿出红布细耍母牛 整个比赛也随之落下帷幕 场上的六人也分到了十万奖金的定金 每人发放一百美人的奖励 这场随时可能要命的挑战 大家千万不要模仿 看看热闹消遣一下就行 牛是好东西 用来玩是不是不太好